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一起跟我们关心保费调涨您的保险应该怎么买 除了我们今天节目之外呢 过年期间您也可以到各大书局去看一下2月号的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 里面有非常详尽的报道 当然也提供给您二代健康的问题啦 健康的问题啦等等的 好那我们回来继续跟我们的来宾们讨论 刚刚我们提到说前面我们已经了解说 整个市场就是涨价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兽险或残险 去年可以创造这么高幅度的业绩 主要的险种可能是什么 然后真的涨价都是关键吗 OK 好那我想要先请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一张 这个是我们现代保险 最新一期的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整理的2012年 就是去年的这个受险新契约保费的分析 那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右边有一块 这个蓝色的很大一块的那个是传统受险的部分 那去年因为那个就是一样是责任准备金利率条降的影响 所以传统受险的部分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进账 因为去年有两波的这个责任准备金 应该说去年7月跟今年1月分别有两波 那去年7月那一波的话主要是调这个传统的商品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对受险的传统受险的影响很大 那尤其是 所以那个大部分都是7月以前进来的业务吗 对那个主要是以这个上半年的业务 以后就下半年来 那可是下半年的话因为那个传统受险的部分的话 虽然他的保费利收入的力道减弱了 但是受险公司其实也蛮厉害的 他们总是可以找得到这个就是新的这个主新的主题 销售的议题 那下半年的话受险公司如果像这种储蓄型的商品 没得卖了 那他们就改推这种所谓的固定配息的商品 固定配息的投资型保单 那他们主打的一个方向 当然就是所谓的这种月配息 或者是说你可以当这种买保险当包租公 就是说每个月光考的配息 对领回一笔那个配息 那所以去年的话呢 就是投资型保单的部分 我想再请各位观众朋友再看一下 去年投资型保单的部分的话 在全年的新契约保费收入呢 也有达到产受险合计的话 也有达到两千零 投资型 对投资型 也有达到两千多亿元 那保费占率的话也高达百分之十七 对所以其实投资型保单是去年下半年 替受险业撑盘的一个很重要的商品 我记得在2008年金融海啸那段时间 投资型保单摔得很凶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投资亏损 所以一下下来 这个今年看起来有点就是比较回来一点 所以主要都是在固定配息的部分 以固定配息为主 那残险呢 残险的状况呢 去年 残险的部分的话就是 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讲的 就是说残险因为去年 它是自从费率自由化 第三阶段之后 那个车险跟火险保费呢 就是杀了一塌糊涂 可是后来就是主管机关看到业者这样杀 他们发现不行 所以呢 他们就是有做了一些调整 包括残险的部分就是有针对天灾险 他们有让这个天灾险的费率有回归 这种所谓的这个参考费率 那让这个天灾险的保费呢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天灾险的部分 在去年呢 有收到107亿元 那保费占率呢 也有达到9% 那如果就天灾险而言的话 其实它光是去年大概就成长 去年的话大概就占了这个 残险是去年大概是比前一年增加74亿元嘛 那光天灾险就增加了30亿了 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在车险的部分 车险的部分的话就是说 因为去年虽然全年的这个新车挂牌数是减少的 但是呢 因为就是车险的这个损率太高了 所以各公司他们有去调涨这个车险 任意汽车第三人 尤其是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险的保费 那调涨幅度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这边有讲的 调涨幅度也达到5到15% 所以车险这边的话去年呢 他们整体来讲的话 他的整个保费收入是增加的 整体保费呢也达到592亿 保费占率呢也将近了整个残险1200亿的一半 所以看起来也是涨价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 涨价还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现在发言经常的每一年都会做一次这样的分析吗 是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这样的分析 那今年呢这个请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一起最新一起的杂志 那刚刚所讲的这个产兽险保费的这个分析 通通都有在出现在我们这本杂志里面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的话呢 也很欢迎就是恰各大数据 或者是直接跟这个新代保险杂志来采购 像这样子对某一个产业这么深入的分析 不知道对我们的读者或观众朋友们 他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 或者提供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保费分析 尤其是像保费的部分其实是受险公司 它很重要的一个 维持受险公司营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我想消费者在不管在 就是说我在选择一家保险公司 其实我应该要知道说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保费收入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那如果保费收入有出现一些异状 包括像我们今年其实也有发现 有些受险公司 它的那个新企业保费收入突然降得非常的低 对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它的一个 如果长期都是如此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一个应运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各位读者在 就是在选择将来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数值 不过里面有把所有的产受险公司都列出来吗 对 读者可以去翻到就知道他自己要投保公司的状况 没错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一次好像你们也采访了这个非凡的名主持人 胡瑞涵小姐对不对 那他对保险的看法这样 如果是我们这一期采访 因为我们这一期有采访了两位这个主持人 一位是那个非凡财经台的主播 那是胡瑞涵胡主播 那另外一位的话是那个艺电视的那个陈永康陈主播 那我们在采访这个胡瑞涵胡主播的时候 他是主要因为他说他虽然他为了要维持他的这个 就是说分析这种股市分析的一个客观性 所以他讲到说其实他本身是不买股票的 那是为了维持中立客观 那你做一个这个媒体的保险中央媒体的主编 你买保险吗 我买保险 那你怎么没有维持中立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保险还是比股票重要 因为无论如何保险是照顾我们全家的这个安定安全的 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主编能够做得到就是不告诉你他买了哪一架 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公正客观性 我们休息回来继续回来今天的话题